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人好像显得比较有默契啊 展开了一个套路型的对局 这个套路型的布局在master的对局当中可是非常的少见的 脑袋先挂一下 这个都是套路必备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 他还又挂了一下 两个挂 然后再一走 进脚 一尖 那就看来呢 照这个推测的话呢 master觉得这个棋 黑棋下的也不错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吃惊 就是master他居然也会下套路 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对他的了解还真的是太少了 现在这个局面呢 形成了其实有几个大厂 首先 白棋引征就是一个很好的一招 比如说这里 这是决先 你肯定要补了 master的风格是往中央补 当然正招就是走这个 黑白棋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得到一个连续性的 把这冲下来 这是一个变化 还有一种 现在我不交换这些 我从上面入手 上面怎么样加击 也是可以选择到 可以考虑的 黑棋如果补了 我再进来 这都是可以的 十月呢 这盘棋没有这么下 反而呢 走在了一个 就是说是引征 但是也对黑棋 好像没有那么严厉的 这个手段 补在中央 刚才我就说了 这个master他喜欢补在中间 我们通常都是补在这 因为呢 顾忌到自己的这个边孔啊 想要把这个边守得老一些 master 溢在中央 也是有的时候 我们说高者在服 所以 没有办法 谁要他赢得多呢 也只好就认了 走这个 嗯 这个也可以 哦 他是这样子 先小尖 这个交换没有 他走这个 然后再加 嗯 这个有意思了 这样进定型的 跳 消了一个 消在这个地方 总之感觉呢 这个白棋的布局呢 有点太大局了 就这个跳也给他走到 黑棋 各方面都走得比较满意啊 似乎我觉得 跳的时候 这个点还是比较好的 白棋可能下边的选择 不是那么的急 也许 实战呢 是走成这样了 走成这样之后的下一招棋 如果说 不是真正就是看到这个结果的话 挺难以置信的 那现在这个棋 其实也就是几 又是说的啊 几个选点 第一 我扩张 是吧 我把我这个扩张起来 挺大的 第二 长起来 跟他作战 也挺大的 这边呢 就是很显然 黑棋 就在这一带怎么走 都有点先手意味 就你如果想走的话 当然走一个也很大 嗯 基本上定型 就是在这些当中产生了 实战的下法呢 他走到这个 这招棋 这招棋很难去评价 就这招棋 它到底 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不知道 但是从结果来看呢 只能说是很佩服 为什么 这个白棋 不能够走这种硬吧 这也太 就是太保守了 这个布局 所以白棋呢 是走上边了 黑棋顺势进角 这里没有长 他就要进角 黑 白棋虎 这个也是必然的 接下来下一手棋 他下的比较好 这个时候他要扳 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这个斑斑的人讨厌 嗯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你打吃 那就正好中他的筋 他就要立 然后他就要弃子 打一下 再把这个打下来 跟你这个棋呢 作为一个 他在这边再继续纠缠 黑的 整体来说 这是他的如意变化图 那白棋如果是 像他实战一样 吃这个 黑棋爬回 为什么说 黑棋这个实际 是刚刚好的 就是 现在这个虎 虽然说你是先手 但是你已经 就是缩回去了 如果说我不走 我直接这个交换的话 大家注意 再走这个 那可能没有这么好 人家不会吃着 也许就会吃这个了 你再立 立不到了 你退回去了 不往这挡了 所以现在这么一交换呢 白棋比较无奈 还只好提掉 这个棋只好提掉 下到现在这样子 我感觉 裴棋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刚才我们说 这条棋 好坏 不好评价 但现在看呢 挺实惠的 实地捞的很多 接下来呢 裴棋还 尖顶 把白棋这个地方 实在是逼得 没什么棋可走了 把白棋呢 从这边呢 压迫黑棋 就让黑棋这个形式 不要发展那么大 继续呢 在这个地方跳 希望你继续硬一个 Master下的也是 犀利 点进去 这个33黑棋 一点白棋 没有什么可反击的余地 只要吃 只能把这个木 给它了 那么这样定型完之后 这里你不能不交代 但你也不能挡 你挡的话呢 它二路爬几个 挺实惠的 白棋就成了一层皮 这层皮能转化多少时空 是很难的 而且人家这个子 正好就是意图向着中央 你这发展的也不大 而且你还薄 所以实战 它就选择了利 但是 总体感觉 这盘棋啊 就是有一种十月 并不是怎么 很发挥的感觉 就被冲出来了 感觉上总是有点别扭 说不上来 哪个地方别扭 你要说哪个地方 特别直观的 我们就发现 这期坏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没有 但是现在 到现在总觉得这个调子嘛 比较奇怪 点 这样 这黑棋好像已经放开了手脚了 在这个地方 嗯 把这里呢 又给靠出来了 这里靠出来 这个白棋真的很郁闷 你不能让这三个被分割 被分割的话 你就变成姑棋了 变成姑棋 往这个地方去逃 是没有前途的 这都 都准备好 在那等着 哎 所以他们实战的这个 转换可能 这个转 就是双方都转了 黑棋从这边转下来 那以后呢 其实就是告诉白棋 你之前这几个选择 你看看 你选的是什么 你刚才想要在这个地方成空 转眼间 这已经烟消云散了 白棋只能粘 黑棋火 白棋现在呢 只有顶 虽然说这有个扳 但你扳它立下来呢 这边还是太大 所以它要扳 但是黑棋不硬 小尖 白棋看似啊 转了一圈 这三个子呢 连回去了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它自己这块 自己的潜力 全部都被黑棋给 悄无声息的 就是 现在基本上 谈不上这地方 白棋还有潜力了 全部被削掉了 最后黑棋走这个 好棋 它这招棋的意图 就是防你这个点 让你这个点永远的点不到 我不粘了 我肯定走别的了 所以白棋一看这个情况呢 脱线啊 走点木吧 那个脚也被黑棋都掏掉了 其实黑棋的实控损失 在这一串里面 基本上没有 就是把你这空 直接干给你打掉 收获巨大 走成这样之后 拐一下 拆 拆成这样了呢 黑棋跳 黑棋呢 也是慢慢的在蝉石白棋 你这几个子 如果说一旦被分割了 你还是需要向外去逃跑的 当然白棋在呢 也没有说 人家一走这个 你就底下连的心情 这个也绝对没有的 所以 十月也是选择了拼一把 把这个棋拼在这 但是这棋有的时候 就是这么的让人 难以接受 这棋刚走这 对方就点了他一个 点一个呢 很理所当然的 心情上就想要反击 反击在这 但是没想到这手棋又下错了 一下错这棋就没什么机会 怎么下错反呢 黑棋就正想着 我这个瞌睡就想要个枕头 我就是想把你这个地方 关在里边 好我把现在把你一飞 你是不是需要在这做活呢 你做活我根本就不杀你 让你活 你活总归是后手 后手完之后 你看你这两个交换 如果我之前 先交换成这样的 这边定型完 我点 白棋肯定想都不想 就爬回去了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个选择 而你现在走这个之后 黑棋就留下了手段 在这个地方 所以 这招棋还是有点冲动 肯定是应该爬过 虽然这块棋也没活 对方也能贴 但是走这个 毕竟似乎看起来 这个路还漫漫长 现在这个就不漫长了 对方这一飞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白棋要做活 必须得 后手 刚才我们说了 必须得后手做活 那好 轮到黑棋了 黑棋的手段在哪里呢 这一步横顶 就把这两个子和这个子 阴阳分割了 彻底给分开了 太惨了 这个白棋 怎么办啊 你如果立 黑棋就无情的把你挑断 这两个子 基本上在黑棋的包围圈之内 很难去发 去说是我能够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啊 能够逃出去 不可能了 因为这个顶也是先手 你这块还没有完全活呢 不能乱走 这棋 就等于如果你要立的话 就死了 实战呢 它是为了活 走这个 但是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一吃 相当于把白棋这段空 又从中间给 刺拉 就划出一道口子 这可可以说 已经给白棋的内心 带来了一万点伤害 这又没有心情硬了 那正招呢 如果说硬一个 那这是一个完整的时空 可是你还落一个后手 现在这个局势 怎么能够允许 你再落一个后手呢 当然这局势 肯定也是非常的不乐观了 实战呢 白棋是把这个飞过了 难受了半天 纠结了半天 把那飞过 其实我们现在看看 白棋还真的 还不如跳的时候就飞过了 这一串一点都不便宜 这被一虎 掀手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痛苦了 走成了这样 虎下来 掀手把这个地方处理好了 黑棋 黑棋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黑棋把这个扳住 扳住之后 由于它这个虎也是先手 可以说黑棋这个这样的 势力依然是存在的 白棋走 黑棋长 白棋飞出 那这样的棋就仅仅就是想要 把这个地方给它破掉 随时黑棋一挡就是先手 活了的 所以这个地方对它没什么威胁 比如像这样的棋 其实扑进去呢 也还有个结 黑棋都不去计较这些小地方 它都无所谓 所以仅仅下了没有多少手棋 现在也就是一百来手 其实这个棋的败事 已经呈现的非常明显了 基本上可以说对方也没有下什么特别 就让人觉得拍手撑快 觉得特别厉害的棋 但是差距呢 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它现在再把这个一跳 这个地方 你看它又有这个潜力 就是东边不亮 西边亮 我这边有潜力 我这边有潜力 哪边我都能为点空 这棋白棋就 真的是太惨了 下的 所以在定行了几手之后呢 白棋也就头子认负了 当然这个差距也是比较大 也要正面的 面对这个现实 比较遗憾嘛 我觉得这番棋 还是对方发挥的太好了 这番棋要为您带来的呢 是中国的联校 对阵Master 联校的实力可以说是 属于现在上升期 非常有 有前景的 这样子的一个 新锐棋手 虽然说他还没有拿到 自己的个人冠军吧 但是实力也 丝毫不弱 快棋 其实下的也是 不错的 这番棋呢 选择了一个对角心 两个 心位 两个心位的下法 相对来说 比较少的这个开局 选择了 似乎看起来是 特别平淡的 拖角 这个Master 也是特别喜欢拖 我们看出来啊 在之前几盘 这个对局当中 一直到现在 每盘棋上来 虽然是不同的人在下 但是大家好像 这个棋的内容 都有变化 把以前很多时候 不下的这些局面 都拿出来下 其实也是想考验一下 这个Master 这个变化呢 在我们的初期 就是过去的理解里面呢 也是认为 一定是 一定是黑棋好的 过早的白棋进角啊 对未来来说 并不有利 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印象 哎呀 但是他现在是Master 他下的棋 很多时候除了颠覆 我觉得 想不出别的形容词了 这时候连销 靠 试探应手 感觉上还是不错的一个下法 把这棋贴过来 我们看 黑棋好像似乎 如果这白棋 斑被断掉 这也没什么前途的话 似乎黑棋很不错啊 这一串 现在这个形势 是不是空荡荡的地方 感觉到有无穷的潜力 看上去黑棋 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 但是接下来没有过了几招棋啊 这个 现在的这个观念就已经不一样了 就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观点了 为什么 白棋把这个棋粘出来了 这招有点太过于凶狠了 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外头的黑棋是厚式 但是显然白方不是这么认为的 白棋认为你这个一点都不厚 就这个 它就一跳 变得好像几招棋之后啊 我们就会觉得这黑棋好像真的不厚 我们看白棋把黑棋刚才这一串子啊 本来我们说哎 黑棋这边都是形势 这个地方感觉潜力无边 结果这一转眼 感觉怎么黑棋好像要变孤棋了 这棋厚吗 这块 有点怀疑 看他实战啊 实战他的跳 也是威胁对方 再跳 这突然之间就觉得 其实白棋远比想象当中的棋厚 而黑棋呢 远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厚 说明我们跟AI的区别 还是在于对于棋的理解 就是厚和薄的这种理解上 我们觉得厚的地方 他不觉得厚 我们觉得这棋挺薄的 比如白棋把这跑出来 一定是受工的 可是事实证明呢 其实也并没有 所以 就说明我们现在的棋手 离真正的围棋的真理 其实还差很远 现在跳这个了 白棋黑棋小尖 那这个棋 现在大家看到 真的就是互相在逃 并不是白棋 自己一个人在跑 粘住 他把这个隐患消除掉 接下来如果黑棋不硬的话呢 这一带其实也比较薄 就是黑棋这个跳可能也跳不出来 这还是有一个靠 所以黑棋这一带要行棋也比较难受 那白棋通过这个交换之后呢 这个退等于是决先 黑棋这里都没有眼 没有眼位了 实战呢 黑棋点了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说 这儿黑棋也不好跳出来 这跑不出来 这块棋他也觉得 干脆也没什么好下的 抢了一招 走了一个大场 但这手棋也很大 这个master很机敏 在这个地方 刚才刺呢 已经留下了伏笔 现在呢 就把这个地方冲断了 注意这下一定要打掉 不打的话被白棋 现在如果你走这个 被白棋先手一团 你不能要了 你就打他还先手把这个吃了 这个棋就等于棋 先手被吃这段人不能接受 而且你这个字 现在看看多么的奇怪 如果没有价值吗 比如说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好像宽度还可以 这放一个相当于浪费了一手棋 所以说master跳的很多棋 其实都是恰到好处 这是让人很郁闷的地方 实战呢 它就打了一下 然后再跳 呜呼 这个棋 白棋就真正开始展开 它的这个 制孤了 非常容易制孤 这块棋 退 尝一下 继续贴 其实这个棋 黑棋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棋只能长 也是本手 只能走这个 只此一手 实战的黑棋是轻率了 这一个轻率可以说 一举就把这盘棋给葬送了 这盘棋 也可以称之为 几乎就是 是史上最短命的对决了 黑棋吃了这个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吃的这个问题出在哪 这个地方 两手棋吧 差不多 两手棋之内 黑棋就可以起立认输了 几乎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手交换了 第二手 一冲 突然之间发现这气不对了 为什么 首先我们先看黑棋有几气 一二三四五 黑棋有五气 白棋有几气呢 在这手气没交换之前 白棋有一二三四口气 也就是白棋只要在这个地方冲 能延出气 黑棋就不行 如果它能延出两气的话 现在冲这个怎么硬 如果是长 就得粘呢 当然你也可以提 但提呢 我一吃 冲出去了 这气你挡住我就断了 支离破碎 挡不住 那么只能粘 粘我怎么硬啊 我打吃 我断 这个具备一定实力的气 我已经看出来了 这气 这一跑 你已经完了 为什么 你只能吃下边 那这我一顶 一气搓 用我们俗话说就是 一点机会都没有 全死了 所以当这一冲的时候呢 其实黑棋已经崩溃了 为什么 黑棋如果不能长 那粘住行不行啊 粘住白棋 不用走复杂的 白棋就往前一跑 你只有提 你粘这个 我一打成针子了 你就做这个 行了 刚才我们说 主要白棋延出两棋 白棋现在五口气 一二三四五 你也五棋 五棋对五棋 白棋先收 那黑棋又死了 棋精死了 这相当于 你本来两个人 是互跑的状态 现在棋精一死 本来黑吃白 现在白吃黑 而且关键是 棋精死了 这块棋全部变厚 这黑棋已经薄的 一塌糊涂了 所以 这招打吃是 过于轻率的一招 完全没有 没有注意到 白棋在干什么 所以 当冲的时候 真的这个 联校内心 此时想法我们不得而知 但真的太惨了 这一瓦 全都没办法挡住了 实战呢 等于 其实 这地方死了 肯定就跟这个 棋居结束是一样的 虽然说没有认输 但是 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样子 这全死了 这边 虽然说看起来 黑棋好像 把这两个子是不是隔下来 也有所收获呢 是让他走这个 但是白棋走得太冷静了 白棋什么都不去撞啊 就团住 把气团住 就粘 好了 我们来数一下气 黑棋有几气呢 黑棋有12345口气 白棋有几气呢 如果把这口气也算是白棋的话 白棋有1234567 白棋有7口气 你有5口气 白棋有1234567 黑棋1234 只有4气 7对4 差3气 等于是你这外面收气什么的 都是后手 你根本都不硬你 那这个局面可以说 一上来这个 崩了 这棋就下完了 即使是职业对职业的 这个人类棋手 这棋也已经断无可能了 这个失败 就是这里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 而且这种失败 没有可能追回来 糊了一下 分头 拆一个 拆了个边 挂脚 它都不硬你 继续往前拆 双飞燕 这棋 可以说 随时结束 大概就是这样子 因为 从内容上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好 好挣扎的地方了 因为我们看啊 现在像这样 黑棋是尖冲这里 白棋呢 贴 黑棋长 白棋就把自己走活 稳健的一小 简直都不去 不去和你纠缠 就往底下走 黑棋呢 这个扩张 试图说 能不能在这 呈得大一些 白棋压根就不进来 这棋如果进来呢 也许还 就是胜负 也许还有变数 根本就不进来 就最怕遇上这种对手了 这稳如泰山 你根本就是怎么样挑衅 我都不中你的刀 你就要扳 我有断 我都不断你 那就扳一下 打吃 这黑棋也不能沾 沾上的话 这边被一场尝死了 对 白棋走什么呢 白棋走上边 这个黑的 其实这个棋局还在进行 但是心情完全是 我估计心思都不在棋上了 应该在一直懊恼 这地方怎么随手在这吃了一下 这个局部真的是 一举就结束了 斑 对方就顶 就沾 其实像这种中辅的空 一点都不可怕 因为 其实白棋呢 也得了很多很多的脚地 把对方的这个脚地 就把白棋得了这个脚地 减去黑棋中央成的 我们再去判断 就发现 其实黑棋根本就没得多少木 很多时候 你用这种判断方式呢 就会很理性的 让自己处于在一个 正确的道路上 有的时候就是眼红对方 觉得别人得的木都比自己多 其实你有的时候冷静一下 远不是那个样子的 哎呀 现在这个局势 可以说都没有什么 可以征盛的地方了 这两个交换了一下 现在黑棋搬这个啊 白棋搬这个 轮黑棋 白棋又把这个吃了 这个也是超级大 即使说黑棋的形势不利 但是似乎白棋的表现 比黑棋还是要好一些 飞了两下 他这还得补 这就不行了 黑棋搬到这也就没有再继续了 头子认负了 可以说这个棋局 从这个被对方冲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骑金被吃 没有什么比这个是更惨的了 这个后果 但是白棋还是给我们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留下很深的印象 就是在这一带的这个粘出 我们都觉得这个地方 它厚 可是它把这个地方的 走出来之后呢 其实厚薄是变化的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更多的引起 我们的一些思考 好 这盘棋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